外出走走的話 這兩天台南街頭總出現 這一顆視覺衝擊的紅色球 這是美國藝術家波希克 他所發起的紅球計畫 在昨天開始就在台南市展出 每天說都會卡在不同的歷史街區 吸引好多遊客去打卡拍照 不過有民眾就虧說 這紅球來到台灣也還滿有台味的 因為當它消風的時候 就好像變成了我們的傳統美食 昂菇粿 好大一顆紅球卡在二樓 圓滾滾的模樣好逗趣 紅球計畫紅色旋風席捲台南 三十號他轉移陣地 卡在了永樂市場 取景拍照的朋友們 可以進來很敢裡面 紅球魅力無法擋 警方也拿起了大聲攻 管制現場秩序 紅球怎麼拍都好看 從高處往下看 不少人從下往上拍 也有人貼近紅球跟紅球來張 自拍照 甚至還有人拍他消風的樣子 紅紅的皺皺的像極了台灣傳統美食 昂菇粿 紅球從扁扁的變成鼓鼓的 但不管是哪一種模樣都好療癒 每天都在不同地方展出 美國藝術家波希克所發起的紅球計畫 三十號在永樂市場 緊接著台南公園念慈亭 成功大學未來館還有安平古堡 以及相當有特色的美術館二館 和樂廣場新畫街一場 逐溪公園月見橋 大南門城則是最後一站 紅球計畫將展出到四月七號 每天都在不同的歷史街區出現 民眾可要把握機會除了找紅球拍張照 也能來場歷史深度之旅 華視新聞劉漢生 蔡夢眷 林玉哲 台南報導